無論雨有多大都撲不適這群龍舟建議的熱情 看著雨水和汗水交織的他們 在岸上打氣的市民和旅客一樣都看得很投入 星期六是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的首日賽事 即使天文台兩道發出個黃色暴雨警告 佔沙咀、海賓、遠岸前排都排滿觀眾 今次的活動一共設有17項賽事 超過170支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的隊伍參賽 無論是參與賽事的國家或地區 以及龍舟隊伍的數目都超過去年 海賓adura部隊伍並周伯